因此,只要老实的脑袋没有坏,或者是没有被穿越者占了脑袋,那么一向大方豪爽的老实断然不会做出向康熙打戒条给康熙买兽礼这么无耻的事情,而且还是先斩后奏。 所以,当九二哥探知老实的折子内容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老实被人陷害了,肯定是由歹人冒了老实的名号写的折子,想利用空间过远给老实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所以,九二哥便跑进了乾清宫,哭着给老实喊冤了,请康熙暂惜雷霆,千万别中了离仙计。 还胡搅蛮缠地指出,老实不是说海上有风暴吗? 若是那个折子能穿过风暴完好无损的进京,那么还要什么铠甲呀? 直接用纸护成军衣就好了,保证刀枪不入。 康熙这下闹心了,折子虽然是明折,但自己并没有发下去,那九二哥是怎么知道的呀? 于是,九二哥哭声未止,就被勒令交代,从哪个渠道获知这个机密的消息的。 九二哥这下傻了眼了,也不好了,呆了半天,只好将损失降到了最低,说是自己趁康熙不在的时候偷看的。 于是,九二哥便跪到了千青宫外,等人来人往秉逝的大臣参观完之后,给康熙交上了一万两的银子,才回家写了请赘折子去了。 这折子还没有起头呢,十四和八二哥就来了,十四巴记着嘴说道, 九二哥,您这是怎么了?就算是要提醒黄阿玛,别忘了十哥,也换个法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难道黄阿玛见你跪在外面,就会想起那个地方以前是十哥跪着的? 八二哥本来还保持着一贯的淡淡的神情,可是一听九二哥说了原委,立马就给气得变了脸色了。 九二哥爱怎么惹事儿他管不着,银子爱怎么折腾,也轮不到他心疼,可是连累自己好不容易才建起的情报网,那就太过分了。 自己偷偷地看了折子,鬼才相信呢? 八二哥气道,你为什么不能等着花阿玛将那折子发下来,再去给十地喊冤呢? 这下好了,若是眼线全都给清出来,咱们以后还怎么得到消息啊? 十四也讶然了,心想这千青宫内现在肯定已经开始清理门户了,不知道自己安插的眼线是不是会幸免呢? 于是也将九二哥给埋怨上了。 其实九二哥跪在千青宫外就冷静下来了,知道这次损失大了。 虽然这次的消息是从八二哥出货之的,但是自己在宫里也有人呢。 但清醒了之后,还是祈祷自己的眼线能够躲过这次大清洗,九二哥也只能干瞪眼呢。 果然,第二日就听说,前青宫仗毙了一伙奴才,几个侍卫也被打入了大牢。 内侍卫大臣身边的几个笔贴士也丢了性命,几个内侍卫大臣也受到了申斥。 不过,八二哥,九二哥和十四,脸色却好了很多,虽然他们的损失不少,但是里面却也有许多的生面孔。 看来其他的二哥也没有能幸免呢。 如此算来,他们倒也没处于多糟的劣势。 大家都半斤八两,彼此彼此,依旧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当下便释然了。 可其他人却将九二哥给恨上了,四二哥气得骂道, 他是不是老实附体了,怎么做出这么没头没脑的事来。 四二哥则扯断了佛珠,这两兄弟没一个好货色。 红西呢,也给气得一夜没睡。 每两日,康熙接到密报之后,脸色铁青,实在是气不过呀。 想了想,又罚了九二哥五千两的银子。 九二哥摸不着头脑,自己虽然有些巧取豪夺,但这些钱也不是平白从天上掉下来的。 那么费脑子,这商场如战场,一弄不好,自己的钱财可就会被旁人给夺了去。 哪家铁帽子王总是背了手里,没有嬴声啊,自己一个小小的被子,在一群狼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容易吗? 于是九二哥火了,老实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 自己的血汗钱可不能这么没头没脑的,给朝廷财政添砖加瓦。 于是九二哥便蹭蹭蹭的,很有气势的,进了宫了。 半道上遇见了八二哥。 九弟,待会儿你别作声,听听那个御使们怎么说的吧。 九二哥怒道, 哼,原来是这帮家伙在作怪,他们说我什么了? 八哥差一倒, 九弟,你进宫干什么呀? 九二哥虽然在气头上,但是脑袋也比老实反应快,立即知道自己弄错了。 盲心虚的问道, 八哥,那帮御使弹劾的是谁啊? 八哥叹了口气。 八哥将使弟的折子鸣发了下来,户部和御使马上就闹腾了起来了。 九二哥不可置信地问道, 鸣发了?不是说还是有风暴吗? 旋即,九二哥打了个机灵,心想,糟了,老师果真早就是打上了金矿的主意了。 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上折子,这不是找死吗? 八哥似是猜透了九二哥的心思,说道, 别担心,十弟当初也只是说十有八九有风暴,不敢拿金子冒险,这折子落了海,再写就是了,字不需要那么谨慎。 九二哥输了一口气,笑着说道, 关心则乱,八哥莫笑啊。 八哥点了点头, 哼,十弟有你这么护着,真是好服气。 走吧,一块见黄阿玛去。 九二哥想了想,摆了摆手。 哎,不行,八哥,我还是回去再给十弟写封信吧。 九二哥可不想自己送上门去,让康熙宰呀。 谁知道一见面,康熙会不会用怒上心头,再开个万八千的罚款, 还是先护着荷包要紧。 至于老实嘛,九哥私下觉得,若是那个混账折子果真是老实上的, 让玉石给他上上眼药也是不错的。 于是,九二哥便拍拍屁股,一溜烟地跑了, 留下八个,蒸蒸的半天也没有想明白。 阿灵阿娜本来还在懊恼着,自己一个姐姐是皇后,一个姐姐是贵妃, 但却只留下老实这么没有前途的皇阿哥。 原本想着以后,老实也就是个闲散宗室, 所以舅舅的架子便摆得有些足了。 不想,老实虽然没出息,事事都听着蒙古福尽的, 但是洪轩却很得盛心,这事以后啊,还真是说不准了。 阿灵阿的肠子都毁清了, 正想着怎么不失面子的先给老实服个软, 不想老实又上了这个不孝的折子。 阿灵阿不由地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没有一时冲动, 贪了老实这么个扶不起的阿斗, 洪轩再有才也是枉然。 若老实知道阿灵阿内心独白, 肯定要忍不住大声的争辩了。 老实可不认为这个折子有什么不妥的, 相反,还专门给齐木格去了封密信, 大致叙述了事情的原委, 表白了一番自己忧国忧民的权权之心。 西班牙人确实很有效率, 竟然真的在两个月内给老实拉来了一门大炮。 虽然老实心里乐开了花, 但看着大炮啊, 却表现得非常的淡定, 听了报价, 眼睛也没有眨一下, 就叫人给付款了。 当然, 拿的是金矿的钱了。 虽然齐木格送来了金子, 但一来不够, 二来安居岛那边也等着用钱呢, 所以老实便直接朝着金矿伸手了, 打算回头叫齐木格筹金子补上这个窟窿。 但是洋人拿了钱走了之后, 一个瞧着木凳口呆的新兵才小声地提醒老师, 还没验货呢。 老实郁闷了, 虽然不怕洋人讹他, 但若是洋人真的敢如此, 老实不带兵冲进马尼拉赞人才怪呢? 但是这个疏忽却还是让老实非常的不舒服。 于是第二只一早, 为了减少影响, 老实悄悄地带了艘兵船, 拉着一门大炮出海了。 找了个荒岛, 对着岛上的小鸟就开始射。 演习的结果严重超出了老实的想象。 震惊过后, 老实改变了主意, 这东西不能只装在安居岛上, 吕宋和沿海水师都得用。 于是战胜了小我的老实, 便大张旗鼓地将这门大炮拉回了吕宋军营。 但老实也怕齐木格心里不痛快, 毕竟若是朝廷有了这种大炮, 自己以后一家人的危险便会多了一分。 而且花那么多的银子, 竟然给朝廷做了嫁衣, 就凭齐木格这点觉悟怕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朝廷对火炮的管制很严, 老实在没有事先申请的情况下, 擅自做主购买军火, 康熙很有可能不为此买单。 而老实也担心, 若是自己只是擅自做主挪用了公款买大炮, 可能引不起康熙的重视, 压根就不愿意瞧着大炮一眼。 于是老实便发愁了, 而蒋先生又去了安居岛, 老实只能自己动脑子。 想了半天, 便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受礼总不能不送上惊吧, 而且还是打欠条买的, 康熙怎么也得踢一脚借气吧。 至于欠款呢, 就慢慢地赖着吧, 林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让四阿哥提前闹闹心, 朝户部来个狮子大张口, 免得他没事儿在一旁偷笑。 看了老实的密信, 齐木格愣了半天, 只是回了一个字儿, 好。 齐木格也很期待着, 连老实这么个粗线嫖的人都知道需要升级军备, 但愿自诩英明的康熙大帝不要巩步自封啊。 至于大清火力加强以后, 自己一家人的去处, 齐木格倒也不担心, 实在不行, 就再往远走一点儿呗。 齐木格本想给老师讲一讲烟红调差的事儿, 但想着康熙的寿臣快要到了, 届使自己一家人应该会回京贺寿的, 所以便按下了没提, 反正眼下府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儿。 而齐木格私下里也认为, 老师这事儿可能会引起康熙大肆的报复, 所以没有必要让老师在这个节骨眼上帮自己分析后院的问题, 还是让老师集中精力与康熙过招吧。 但康熙是谁啊? 自诩为最有容忍雅量的人均, 怎么会敲锣打鼓地给老师穿小鞋呢? 因此义愤填膺的御史, 便瞠目结舌地见证了一位伟大慈父的诞生。 康熙拨毁了御史的弹劾, 很是动情地给大家解释, 郡王家可能也没有存粮啊, 请大家多多地体谅不要太逼老师了。 在大伙傻眼的同时, 康熙还表示, 鉴于老师一家经济拮据, 老师的借款就免了吧, 老师这个做儿子的举债给父亲备受, 自己这个当父亲的怎么也得有点表示啊。 朝臣也傻眼了, 这个是圈尽了两个阿哥的康熙吗? 王公大侠还没有说话呢, 御史就感动了, 多么慈爱的父亲啊。 这个父亲的形象一高大, 儿子的行迹就越发地猥琐了, 在康熙的衬托下, 老师简直浑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于是, 御史开始为康熙打抱不平了, 一个御史说道, 一万两的黄金可不是小数目, 但敦郡王王府名下作访收益不菲, 怎么会支付不起呢? 臣请皇上下旨, 核查敦郡王王府的作访收益, 万不可被敦郡王给蒙骗了过去。 群臣还为旧查账是否合法展开了讨论, 一个御史粗略说道, 皇上, 敦郡王为了乌尔锦嘎拉普郡王削奶粉子, 换了不少的银子, 但是府里也不至于被逃空了呀。 大家还来不及议论老师到底是给齐木格的爹 帮衬了多少银子, 立即又有一个御史跳出来恨铁不成钢的文档, 敢问皇上, 究竟是乌尔锦嘎拉普郡王将女儿加入了皇室, 还是皇上将敦郡王做了蒙古的上门女婿呀? 康熙高高在上的坐在了轮椅上, 见御史群情激愤, 想了想叹了一口气说道, 哎, 这说来也算是朕的家事, 钟卿啊就不必再多意了。 御史这帮愣头枪, 怎么会允许康熙受到委屈呢? 一个御史盲处来说道, 皇上若是诸位皇子有样学样, 难道皇上还得让公主额父来孝敬不成吗? 若是这传出去了, 可是沦为天下的孝柄, 还请皇上三思啊。 康熙还没有撕完一遍呢, 诸位在场的皇子全都轻刷刷的跪了一地, 纷纷地表态自己绝对不会胳膊肘往外拐, 任何的时候都会将康熙放在首位。 三阿哥一边撇清自己, 一边还不枉给老师上眼药。 花阿玛, 实地此举为大逆不道, 请花阿玛严加惩处, 以警校友。 四阿哥也冷冷地请康熙重罚老师。 不能因为老实而让满人再次被汉人制构为不知理法。 以五阿哥为代表的一帮关门过日子的皇子们, 本来不想参合的, 但此时若是不表态, 好像有支持老实的嫌疑。 谁敢在满朝文武面前隐晦地表示自己是上门女婿的最佳后卫呢? 于是也纷纷地请康熙严惩老实。 八阿哥与十四为了与老实划清界限, 也不忘在康熙面前鄙视了老实一把。 只有九阿哥, 因为担心康熙将老实的气发在自己的身上, 并继续地没有上朝。 九阿哥可不想, 康熙从自己这儿将老实的欠款给找齐了, 但也失去了在康熙的面前表白孝敬的机会。 真不知道赚了还是赔了呢? 康熙还是和颜悦色地帮老实开脱, 说老实大概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能是误会了。 虽然老实有些尽想, 但是府里的开销也不小, 一时手紧也是正常的。 康熙越发地帮老实说话, 御史越就不满上。 终于, 当御史见康熙一直坚定地 要做个溺爱儿子的糊涂父亲, 一个御史便翻出了老实的陈年旧账, 说老实早有前科了。 将老实娘舅送来的下人给打出了府, 一点也不给舅舅的面子, 还请康熙一定不能姑息养奸呢。 庄亲王忙出声喝道, 胡说什么, 那是…… 庄亲王本想说, 这事啊是秦牧阁干的, 可是一想, 好像命令确实是老实发的, 便改口说道, 那是奴才们不知道进退, 以下犯上, 少胡乱攀扯。 阿灵阿也出声了, 皇上, 都怪奴才使人不明, 奴才有罪呀。 一御史说道, 就算奴才不知事, 敦郡王也不该如此 打自家娘舅的脸呢。 康熙自己受了老实的委屈倒没有什么, 怎么能让自己的小舅子受老实的气呢? 优优优独播报告、 究竟贵明ここ那东西 kanske有想法 되 Fest。 薛